約整型外科組織一期以外 我們還在台南凡整型外科 以及台中的各家整型外科 整組擔任副院長 那其實我的專長領域部分 是胸部整型 那其實現在很夯的部分 就是包括女性的平胸手術 還有內飾鏡濃乳 然後以及男性女乳手術 這個是我最專長的部分 那我目前大概已經完成了 女性的平胸手術 手術大約300例左右 然後男性女乳手術 也大概有400到500例左右 那其實在四年前的這個時間 這個地點 其實我有在這邊 跟大家稍微淺談過 男性女乳症的這個手術 還有這個疾病 還有分類 做一個很基本的描述 那其實那一次也 承蒙大家的愛戴就是有幫我報導 所以其實 在四年前之後 這個報導之後就開啟了 我在男性女乳手術的治療上面的一個旅程 那其實四年過去 其實有蠻多手術上面的進展 所以今天就要用這段時間 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 那在題目一開始 還是要先跟大家知道說 到底什麼是男性女乳症 所以其實很多人對男性女乳症 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 那麼了解 那其實在男性女乳症 他的醫學上的定義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說你一個男生 身上看起來胸部比較大 看起來像女生一樣隆起 像女生一樣的女性的外觀 其實他的定義上就稱為是男性女乳症 只是說男性女乳症 他的定義跟 他的分類上 其實是有很多 那也有很多原因造成 那通常這個真大的乳房裡面 有乳腺的組織以及脂肪 通常都是mix混合在一起的 很少人是只有單純乳腺 或是很少人只有單純脂肪所組成 那我在臨床上最常遇到 大家來諮詢的一個 問到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有男性女乳症 是什麼原因造成 那其實臨床上最常見最常見的 大約有95%以上 他們都是屬於這個非特定 兵嚴性的 就是所謂的Ethiopathic的男性女乳症 那什麼叫做Ethiopathic 其實簡單講就是沒有原因的 那可能有 有可能受到遺傳、體質、飲食 然後或者是 在青春期的時候 荷爾蒙失調 那造成了這個胸部變大 那等到青春期過後 他沒有改善 那我們就會稱為他是一個 非特定兵嚴性的 就是說 他其實身體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那通常這種 臨床上的表現就是 一等會描述就是說 我從國小、國中、高中 青春期的時候 就發現有些胸部一直變大 但過了青春期 還是凸凸的 穿衣服就是積凸 我都不敢穿淺色的衣服 不敢穿緊身的衣服 那常會被同學取消 說積凸的很嚴重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描述的一個症狀 那偶爾有一些人 他會描述有一些疼痛 或是腫瘡的情況也是有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也是屬於這種 不明原陰性的以外 其他還是有少數 包括可能是肥瘡造成 或者是 本身身體出了一些狀況 比如說 產生一些系統性的疾病 包括腎臟疾病 或是肝臟疾病 都有可能會導致男性瘤症 那另外就是一些 內奔泌的失調 包括荷爾蒙失調 比如說有一些 男性他可能是 雄性激素比較低 那也有可能會造成男性瘤的狀況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會進一步的 做一些內奔密學的檢查 那也有些人是 突然胸目變大了 那不知道什麼原因 結果去查查查查 才發現腦部長的一顆腫瘤 因為有些密乳激素的腫瘤 是有可能會造成這種 男性瘤乳症 不過這些在臨床上的案例 都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部分來求診還是屬於 就是沒有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我在臨床上也是在台南醫院的時候 看診的時候 也有遇過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五十幾歲的中年男性 他是說他這七八年來 突然胸目變大 那其實他沒有 本身的體脂是非常低的 就是很瘦很瘦那種 但是胸目非常大 大概有女生的V-cup左右 那其實後來詳細的去詢問他的病史之下 才發現原來他吃了這個 胃胃養的藥 吃了七八年左右 那其實很多藥物其實都有可能造成這種 男性瘤乳症 尤其是吃很長期的話 所以其實他是因為 吃了這個胃胃養的藥七八年 那突然胸目變大 那這種 由於病因或者是藥物所造成的 男性瘤乳症 其實他的臨床表現 會跟我們這個 沒有特別原因所造成的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因為受到刺激 所以他的通常這個 增大的胸部裡面 會是完全都是乳腺 脂肪的含量是很低的 那這種其實 在手術上 加乳腺處理完之後 大概都可以得到一個 非常好的美觀效果 那接下來 大概是今天 比較大的重點 就是對於手術方式的治療 就是在這幾年來 我做了四五百例的男性女乳的手術 到底在手術上有什麼進展 那有什麼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或是特色的地方 那首先我要講說 其實男性女乳的治療 他的簡單的分類 大概分成兩個大類 一個是做抽取 一個是做乳腺的切除 但是這兩個都有他的缺點所在 所以目前其實在不管 可能醫院或者是診所 一些比較專門的 專門處理男性女乳的 整形外科的醫師 他們都會採用一個 複合式的治療 什麼叫做複合式的治療 就是會同時搭配抽脂 以及乳腺切除去處理 這樣才能夠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那單純乳腺切除 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方式 目前其實大部分都是 比較少醫生會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要把這個乳腺這麼大 胸部把它切掉 你要運用一個乳腺這麼小的傷口 有時候在手術上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單純 只有做乳腺切除的時候 勢必要做一個疤痕的延長 所以有些人會把它切出去 乳腺外面呈現一個 所謂omega的一個切法 那一旦你的疤痕只要切出去乳腺 即使一公分的長度而已 其實那造成的疤痕是非常明顯 而且是永久性的 那有時候反而那個疤痕造成的困擾 會比你現在男性乳腺症的困擾 還要來得嚴重 而且那個之後要把它處理 要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單純切除乳腺就是有這個 比較大的問題 疤痕明顯的問題 而且因為你切除的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你手術後常常需要放置飲料管 那手術後發生血腫的機會會相對比較高 那因為切除的範圍 但你疤痕程度就會高 所以你復原期就會比較長 所以以前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就有發現男性乳腺手術 做完要住院好幾天 一個禮拜甚至不能下床 然後整個會復期要請假很久 那另外也容易造成美觀上的問題 比如說凹凸不平這些不美觀的問題 那相對於來講 抽脂手術就是一個比較小傷口的手術 那通常是可以很有效的 將胸部變小一點點 但是它有什麼缺點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抽脂是抽脂吧 所以如果你是很致密的乳腺 其實那是沒辦法完全抽掉的 所以當你在醫院上遇到一些 比較乳腺型的男性乳乳症 或者是乳腺比較致密的 如果你沒有搭配乳腺接觸 只用單純的抽脂手術的時候 常常就是做完胸部會變小 但是你肌膚還是非常明顯 等於說你做的這個手術 只有達到70分的效果 這樣的手術 結果其實是會有點差強人力的 那也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大概都是 使用一個複合式的男性乳腺症 那它好處包括傷口小 它的恢復期比較短 而且美觀的效果很好 那造成的併發症會比較低 那複合式的男性乳乳症 複合式的男性乳乳手術怎麼去做 我們一般就是配合抽脂 以及乳腺的切除 所以我們會先用抽脂的方式 從胸部的側邊或者是下緣去抽脂 那把胸部抽小了之後 最後再從乳腰切一個傷口 進去把剩下的拿不掉的乳腺給切掉 所以這個就是結合這兩個方式 那這樣其實還有一點點小小缺點是什麼 因為第一個其實蠻多人這個疤痕非常明顯 抽脂的疤痕會明顯 這等於是說它會在胸部的下緣 或是側邊留下一個蠻明顯的疤痕 那第二個就是當你的乳腺切一個半缺的時候 其實在某些人身上它造成的明顯的程度 還是看得清楚的 那另外也會造成一些 暫時性的乳腰跟乳頭神經的感覺異常 所以因為我在精進做這個男性女乳的手術 專門在做這個手術 所以其實我也在思考說 如何能夠讓我們做起來 傷口能夠最小化 那讓你解決這個問題 男性女乳的問題 而且在外觀上可以幾乎看不到傷口 人家不會覺得你有動過任何的手術 因為畢竟會在意基督問題 或是男性女乳問題的人 他們其實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做一個手術 能夠讓它看起來完全沒有像做過手術 那外觀也可以改善到非常好 這樣才是最理想的一個手術的狀況 所以我怎麼做 我目前在做的話 第一個 我是從腋下去抽脂 這是我跟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腋下去抽脂 所以我抽脂的地方會從這邊去抽 所以在胸部的前面側遠 是幾乎完全不會留下任何疤痕 等於說你從正前方看 側面看其實看不到任何抽脂的疤痕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最大的特色是 我在做乳線切除 我剛有提到 傳統上是需要做一個像我右邊的這個 畫面這個 大概要缺一個半圈 這個半圈的傷口 小的話大概是2.5公分 長的話有可能到4公分 那我是怎麼做 我的傷口只要0.5公分 所以我的傷口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這種小的傷口 除了一個美觀上發很像的優勢 就是說外觀上幾乎看不到一刀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你傷口小 你破壞的神經就會比較少 相對於以往做傳統的比較大的傷口 乳院的切口的時候 其實蠻多人會抱怨說做完會有暫時性的感覺 比較麻木比較異常 當然這種情況其實隨著時間三個月半年 神經重新恢復之後其實是都會改善了 但是偶爾還是會遇到少數可能1%的人 還會造成永久性的感覺異常 所以我做一個小傷口 除了是為了發寒的美觀以外 也要避免這種神經影響的程度 所以其實在我做一個比較小的傷口的切口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這種暫時性的感覺異常 是改善了非常多 比較少會有這種困擾 那另外雖然我這個乳運的切口只有0.5公分 但是其實大概不管你多大的乳線 大概都可以靠這個小的傷口去把它拿掉 就是做完整的乳線的切除 而且手術時間是很短的 以前做這個手術可能都要2個小時3個小時 但我做這樣複合式再加上微小切口 手術的時間一般來講大概是1個小時左右 那恢復期很短 總共恢復期很短就是說 做完大概隔1、2天就可以正常的上班 那手術也不需要住院 做完當天就可以回家 那恢復到工作崗位可能 手術後1、2天就可以恢復到工作崗位 那1、2天之後也可以洗澡 因為以往可能都是需要1個禮拜 可能還需要半飲油管 所以洗澡的時間也非常的長 這樣其實會影響到你手術後的生活平址 那另外就是併發症也會比較低 比較不會發生一些血腫的機會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大家會懷疑說0.5公分怎麼有可能把 那麼大的乳線切掉 其實就是可以 那所以其實我遮起來的部分是乳運的部分 那我這邊有換一個尺給大家看 就是 我這邊有換一個尺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這個傷口的長度其實1公分不到 大約0.5到0.7左右而已 那透過這個很小的傷口 其實是可以拿掉這麼一大坨的乳線了 這乳線的直徑快到4公分左右 所以其實乳線在大其實都是可以拿的乾淨的 好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像這個是年輕人最典型看到的 大概都是18歲到20歲的年輕男性 都會有這種狀況 激凸然後穿衣服就不好看 那造成他穿衣服困擾不敢去游泳 不敢去上體育課會被同學笑 所以透過一個0.5公分的傷口 其實做完可以看到美觀程度感染非常多 沒有激凸的問題也不會凹凸不平 那在胸部的下緣側面沒有任何抽脂能發痕 那乳運的傷口也大概只有一個小點大概0.5公分 這個如果沒有拿放大鏡看 可能不會看不太出來是非常小的 那第二個案例這種是比較嚴重的 這種是很多健身男性的困擾 他其實一直有在做健身的訓練 他是怎麼練就是一大坨的胸 一大坨的乳房在這裡 所以有些人會跟他講說 你這個就是健身的不夠啊 就是脂肪太多啊 要減脂啊 他說我已經減到很瘦了還是一樣 那其實這個是很多人對這個 男性女乳的一個錯誤的概念 以為他是減肥就會改善 其實乳腺在你怎麼減肥 他是沒辦法改善的 所以乳腺是一定要靠切除 然後幫他去處理掉 那所以我 即使他的乳腺那麼多 我透過傷口 因為他乳腺比較大 所以我傷口大概是1.5公分左右 其實是可以拿到完全的一個平坦效果 這個是手術後一個禮拜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下緣側邊沒有任何發痕 那乳腺1.5公分的傷口其實幾乎也看不到 那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抽水孔 那這個抽水孔其實藏在腋下 以後幾乎是看不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樹中我拿下來的乳腺 它傷口大概就是這樣的長度 那拿下的乳腺一邊是21克 一邊是40克 40克在抽脂完拿下來的乳腺 來講是算非常非常重的 因為40克是算很大一坨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乳腺的直徑 也快將近有7公分 6到7公分左右 所以1.5公分的長度 其實是可以把6到7公分的乳腺 徹底徹底的拿乾淨 那這樣我們是第二級 我們1.5分級 這是第二級 那這樣做 其實可以看到 外觀上 改善的程度非常的大 那側邊也不會有疤痕 那乳腺的疤痕也都不明顯 傷口大概1公分左右 那這個也是第二級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口只有0.5公分 側邊沒有任何疤痕 那乳腺大概就是一個小孔 0.5公分 OK 那剛剛講的其實都是 大家會看到 有一些是很大的一個男性女乳 那其實我接觸各式各樣的男性女乳症 對我來說其實 大胸部的男性女乳症 並不是處理的困難 那手術最大的挑戰 其實對於這種下垂型的 尤其是嚴重下垂型的男性女乳症 尤其是我們講的這個Simon Gray 3的一個男性女乳症 為什麼 因為他皮太垂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皮處理掉 我想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要切掉皮就會留下疤痕 所以在傳統上 像這樣 你要切掉這樣多餘的皮 勢必會這樣留下兩道很長的疤痕 那疤痕而且很長 而且就是一輩子都看得到 所以其實很多男性他 他有這樣的問題跟困擾存在 那下垂的胸部他害怕做完 有一個很長的疤痕 所以他不敢去處理 那為了讓疤痕 讓疤痕不明顯 看不到疤痕 所以我現在採用最新的手術方式 是除了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有抽脂再加上乳腺切除的方式以外 我還會做一個所謂的隱痕式的體乳手術 那什麼是隱痕式的體乳手術 我一樣會將多餘的皮膚切除 但是我會把它傷口藏在乳暈裡面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切除皮膚 拉體乳膀的效果 那重點是疤痕可以完全藏在乳暈 外觀就幾乎沒有疤痕 所以這個是我做過算蠻嚴重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其實外觀一看到 大家可能都會以為是女生 但其實不是 那如果傳統要做這麼下垂的一個胸部 一定會從這邊切到這邊 大概要留下一個15到20公分左右的長度的傷口 那我所做的是一個隱痕式的體乳手術 這種疤痕幾乎完全是藏在它的乳暈裡面 那這樣做起來的 改善的一個美觀程度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們可以從側面圖看到 幾乎完全改善了它的問題 那當然這邊還有一些墜皮 那這個墜皮 其實如果要再處理可以再做一次的體乳手術 就可以達到更完美的狀況 OK 那最後講結論 結論大概就是說 我目前對於男性女武最新的進展做的方式 就是一個超微創的一個複合式的男性女武手術 那傷口很小 大約0.5到1公分左右的長度 就可以徹底解決乳腺激突的問題 那在胸前不會留下任何疤痕 那乳暈的傷口也非常的小 冠冠幾乎看不太到 那恢復非常快速 通常只要做完大概一兩天就可以正常的上班 甚至洗澡 總是一些非勞動性的工作都是沒問題的 那手術時間蠻短的 一般大概60分鐘 那如果像一些比較嚴重 稍微嚴重一點點的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90分鐘左右 那很多人關鍵來說 做完會不會凹凸不平的問題 其實基本上以我現在做 不太會有凹凸不平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到 通常會凹凸不平 很多都是因為只有單純做主線的切除 比較容易凹凸不平 如果做複合式的其實可以大大降低這種 凹凸不平的狀況 那如果是像剛剛有提到 你的嚴重下垂的程度 胸部垂得很嚴重 那我也可以使用一個頂合式的體乳手術 配合搓食再加乳腺切除 那去避免這樣以往會留下一個很長的 15-20公分的疤痕 那去改善 去達到一個美觀程度的一個最大的改善 所以最後其實 男性女武症它雖然嚴格來講 並不是算一個疾病 但是它是一個和美觀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影響的不只是外觀的 外觀的就是美觀程度 也是一個心理層面 所以其實有不少的 尤其是青春期的人 或者是年輕的男性 大學生 到有飽受這種困擾 然後結果就是會造成一些社交上的障礙 或者是不敢去游泳 所以我們做的手術 其實改善的不只是美觀上的問題 另外也要將八痕最小化 最重要的是手術館 其實還可以達到一個自信性的提升 對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不知道各位先進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就是Americans 怎麼比問題